Viria RCT 715是一款内建摄影机和尾灯的后世雷达。 有时候骑车时,您可能会想要录下某段路途并储存起来。 本片会示范如何操作。 预设设定下,Viria RCT 715开机后会持续录影。 每段影片的长度是30秒,无法更改。 如果记忆卡满了,最早的影片会被覆盖。 但如果影片是手动录制的,就会被锁定,不会被覆盖。 此外,手动录制的影片可以自定长度。 如要自定手动录制影片的长度,在Viria App中选择您的装置。 摄影机 影片剪辑长度 影片长度可以设为1分30秒到5分钟,以30秒为增量单位。 有四种手动开始录制的方式。 一,按下Viria上的摄影机按钮。 二,在Viria App中,点选影片图示。 三,在已配对的Edge上,从萤幕顶端往下滑,进入小工具。 点选影片图示。 点选储存剪辑来开始录制。 四,在已配对的手表上,在盖栏中选择RCT摄影机。 或从控制项进入。 选择影片图示。 接着,如要查看手动录制的影片,有两种方式。 一,在Viria App中,点选影像库图示。 加入Viria Wi-Fi网络。 手动录制的影片会在已锁定分页中。 二,将Viria连接到电脑。 手动录制的影片会在102Save资料夹中。 最后,在不同录制模式下,手动录制的影片会有不同的起始点。 在雷达活动进行时和关闭模式下,Viria会在按下摄影机按钮的那一刻开始录影。 但在持续模式下,影片的起点会是前一个30秒的片段。 以上是本次教学。 谢谢收看。